哈啰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番 台面摆件 当然平时适合可以定义 或者会说啊 家庭都是可以使用的 但整个材质是一个新文型的一个材质 你看到外面的颜色呢 金山上的颜色 都是电度升取的 然后呢 像它 这些条纹的颜色就是可以手工上颜色 就是你要什么颜色我们都可以给你带 然后它们价值一样的 只不一变 就以前要白色 红色 黄色 蓝色这颜色都可以 改变起我们的科码 然后呢 给你更改颜色 来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每个产品的功能 像这个产品 它是一个画桶架 是否有一个好声音的一个手 等于效果 特别的漂亮 可以摆的话 得个上档次 家庭的话也很适合摆的 像这个是一个纸巾盒 它是一个高度比较好 配定纸巾盒 正常的话是一个480丑的纸巾都是可以放的 可以比家庭都是很适合使用的 这个呢 是一个标杆干 但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调温效果 摆上去也是特别的高档 这个是小试碟 就是家庭的一些挖子啊 或者是糖果啊 都是可以放的 这个是卡线筒 这个按键自动的谈加上的一个卡线筒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台片垃圾网 就是平常我们家里吃的一些果皮啊 或者是果壳啊 可以放的 特别的实用 可以放在家庭台面 或者KDP的一个台面上 因为现在我们选择很多地方 有些KDP是不可以去放这个钢的 所以呢 其实很多KDP会所 直接用这个垃圾网去代替台面上的一切 就可以放面灰 或者是果皮 都是可以放的 特别多功能使用 然后接下来介绍这个呢 真的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旋转 果玩家 但是可以旋转 特别的上档次很漂亮 我们的盘子可以自由搭配的 我们这里可以在我这里配布的 可以去寻找一下自己喜欢的盘子 也可以 然后呢 我们的盘子可以自由搭配的